好 再来看到这个严重的火警现场 这是台中市枫园区东周路的一个工厂 在29号晚间发生了严重火警 起火的是工厂的仓库 因为最近刚刚成租赶做作业 正在做地板涂料作业的时候 不明原因起火 那厂内员工逃生不及有五个人受困 四个人救出的时候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其中一个人也是严重烧烫伤 目前插管急救当中 工厂外头布满大量的浓烟 消防人员拿着手电筒架齐驴 踢爬上二楼搜寻受困民众 台中市枫园区东周路的工厂 在29号晚间7点左右传出火警 当局出动26辆消防车 和66名人员前往抢救 但由于仓库位于狭小的巷楼内 让消防队员救灾不易 或是在一个小时之后 晚间8点32分才被扑灭 我是我们的发生座扑灭 消防单位表示当时现场有九名员工 在试做夹层地板涂料的工程 却因为不明原因起火 火势迅速蔓延 在入口处的员工能迅速逃生 但有四人来不及逃生 受困在二楼夹层 被救出时都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另外还有一人在逃生时 有七成的二到三度烧烫伤 最后确认有四人死亡 家属赶到医院时得知噩耗 别同不已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九点多左右 也抵达火灾现场 关心火灾状况 之后也赶到中国复一 慰问伤者和家属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也有待调查理清 知者最后报道 好 我们更新一下这场火警 到目前为止 造成的是四个人死亡 两个人受伤 那后续到底这个火警 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最新的状况了 连线给记者王诗涵 好的 主播快过年了 没想到却发生这样的事 台中风源东周路 这处铁皮工厂呢 它是电风扇的工厂 最近新设了仓库 昨天晚上呢 请来九名员工 加班的来做地板的装修作业 不过呢 却不明原因 整栋仓库是起火燃烧 虽然有部分的员工 是及时的逃出 不过仍有四位员工呢 在救出的时候 是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还有一人重伤 一人呛伤 统统是紧急的送一来急救 不过呢 很不幸的 在经过急救之后 四名失去呼吸心跳的员工呢 仍然是宣告不至 那么昨天呢 这场大火呢 警医小总共是派出了 66位的消防员 来进行扑灭 火势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就扑灭成功 至于呢 当时里面的情况 消防局是表示呢 当时所有的员工 都在二楼高度的夹层里面 做地板的装修涂料作业 由于这个涂料呢 疑似有甲本是易燃的 所以呢 火势迅速的延烧开来 至于呢 火掉的结果 还在调查当中 还没有厘清 那么四名的罹难员工呢 他们年纪大概都 30到40岁左右 都是男性 那么家属呢 都是在家里等不到 小孩下班 等不到先生下班 紧急赶到现场 赶到医院 才发现了说 发生了这样子的噩耗 那么还有一名重伤的员工呢 他是50%的烧烫伤 也命为还在抢救当中 至于这个现场的 这个铁皮仓库呢 经过市府的调查发现 他竟然是盖在农业用地上面 是一栋大围建 将易归来查报 那么以上是问您 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尽头交换棚内 旺旺水神抗俊逸 它在呢 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 谢谢大家